科學怪人吹襲,打散美大選部署 美國東岸的居民,今年的夏娜威驚心動怕 不是有鬼,而是科學怪人 因為一級巨峰桑迪,環蘇加勒比海,造成44死之後 逼近美國東岸,可能在明日或後日抵達 桑迪的環流有725公里那麼寬 現在以時速120公里的風力向不移動 威脅美國三分一地區約5000萬人 更恐怖的是,後日有機會在紐約州或新澤西州 和兩個分別來自西部和加拿大的航流撞到正 氣象專家就說,如果三者會聚 就好像merge埋一尺的科學怪人那樣 威力大爭,還會向西扯去內陸 到時不單有狂風暴雨,還會有暴雪 至少有8個州受到威脅 近岸地區有254毫米與兩紅暴潮 西圍珍利亞高地還有60毫米的大雪 都像大停電那樣 兩個總統候選人最後一星期的拉票部署都被吹亂 諾姆尼就取消了近岸城市的競選集會 轉戰內陸的俄罕外州拉票 身為聯邦政府最高決策人的奧巴馬 都因為救災無法全力拉票 紐約市長估計,這次風暴有可能造成紐約市場最嚴重的水浸 其他東部沿岸州份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市民都開始搶救日常物品,又堆起沙包放行 奧巴馬如果在這個風暴應變得宜的話,會有助吸引選民支持 多了這麼多,黃色的名字 buried在石頭和身上去 在這個風暴 我看到溶石頭和暴 我看到,真的 穷了 這個風暴 我看